字幕提供 當時候回到美國之後呢 就有遇到一些 以前語言學校的老朋友 然後就聽說 我有兩個 語言班的同學 他們兩個都是 阿拉伯那邊的人 他們都在 我們不在美國這段時間被 對 就是 叫阿布杜的 然後還有一個女生 忘記叫什麼名字 阿布杜的 不是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阿布杜這個名字在阿拉伯 其實它是蔡其他名 有點像春嬌這種名字 它是這樣啊 我們人在台灣的時候 有一天再回到自己公寓的路上 被搶劫 結果後來呢 就不慎走火 射了他兩發 當下呢 他的室友聽到之後 馬上幫他叫救護車 但是救護車來之前 他就斷氣了 對 當時都聽到 就是覺得 哇 好恐怖 畢竟就是 自己有曾經當過同學的人生很無常 就再聽到另外一個是 有一個韓國弟弟你知道嗎 他有交一個阿拉伯女友 然後他阿拉伯女友的朋友 當時也是我們語言學校的一個同學 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也被打擊 當時候韓國弟弟的女朋友 跟那個女生去買麥當勞 美國有一種 麥當勞那車叫Pick up 它是先網路上訂好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Pick up這樣 你的Pick up車位 然後他就在Pick up車位上面等他的餐 突然就是一個持槍搶劫的 拿槍就指著他窗戶裡面 叫他給錢 他說 我沒錢 我沒錢 車子裡面的另外一個女生就說要報警 你不要過來我們要報警 我們再等麥當勞 我們沒有錢 然後他那個等於就很緊張 又走火了 直接把我阿頭 車直接死了 這一次回美國 一回來就聽到這兩件事情 但我覺得說 哇幹 本來我就覺得美國自然不太好 但其實 從18年過去到2020回來 那兩三年都會覺得說 其實好像沒有這麼的誇張 一直到這次回來又聽到 自己認識的 兩個 今年回到美國 對於美國的自然 我感覺到是比以往更加的恐懼 我不知道你們有感覺 有啊有啊 每次那個槍聲你都超怕的 可能就是因為自己認識的人 在那邊就過世 就覺得蠻可怕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剛好 來到我們第一次的 紐約之旅 我們那時候確實有發生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叫做 紐約黑人便當詐騙事件 這故事其實也是蠻第一期的 跟這件衣服有關係 對 就是這件衣服耶 可以從這個開始說 我們那天先去的是哪 然後我們就買了 一人一件這件嘛 然後就拿了一個手提袋 我們就在那邊逛街 走在路上 那時候我們走到一個街頭 算是一個小街區吧 我記得我們要去買一隻藍 當時候我們進去那個小街區之後 我們就是走在人行道上 我就有看到 怎麼有一個騎著腳踏車的黑人 在我們附近繞來繞去 沒有嗎 我有注意到 他騎著腳踏車後面是有載東西的 所以我在想說他應該就是在這邊上班 他可能是運貨的 我覺得我也沒想太多 我就繼續接著走 然後走著走著走著 突然我就看到怎麼有一家菸巨行 我就往裡面看一下 有兩個老闆就走出來 然後走出來瞬間我就往前一看 我就看到前面怎麼有一個黑人走得很急促 然後盯著我看 因為那條小街區其實真的很窄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要讓他過 好我就準備要往側身閃的時候 他很用力的 撞在我身上 我一轉頭看到一整個便當 灑在地上 重點是那便當還掉了一點點在袋子裡 就在站在這件衣服上面 那時候就是一整地的便當 還有一整袋裡面都是飯粒 菸巨行的老闆人剛好站在門口 剛剛在運貨的那個小哥 剛好就停在我們前面 那時候我盯著拿著便當的那個黑人 他一臉很生氣的看著我 我也很挫握的看著他 我想說 哇操 怎麼回事 我們已經有閃點 為什麼要超壯 後來那個騎腳踏車的小哥就跑過來 欸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他就看到地上那個便當 就拿起來 然後對著這個菸巨行的老闆說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來幫他們親 就很奇怪 會這樣演氣 腳踏車的小哥跟那個便當小哥說 我這邊有五塊錢給你 不要生他氣 你跟他道歉就好了 他就跟我這樣講 那個小哥就不知道在雞雞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也很錯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那個便當小哥就 很生氣要跟我理論 他說 我這便當十八塊錢 應該要賠我錢 然後那時候你不是在旁邊說 那又不是我們用的 對啊 是你來撞我 然後 我不賠就我沒錢這樣 對 然後後來菸巨行的兩個店員 也在那邊叫我一下 他說 你們撞到人家就要賠啊 便當小哥就說 這是我懷孕的老婆 要吃的便當 你們就直接這樣給我賬下去了 我就只有這些錢 你們一定要賠我 然後後來那個腳踏車小哥就突然說 不然你們就賠他吧 那是一套的 明明就是他來撞我 為什麼要我賠 我就要跟他 argue 結果後來便當小哥就突然 擺出了要接鬥的姿勢 如何三秒內完成接鬥 那時候我就想說 看完蛋是不是要跟那個人打起來 然後旁邊菸巨行小哥 兩個站在門口 叫我們就趕快賠他錢 不要惹事啊 腳踏車小哥也叫我們趕快賠錢 然後秀一直說他要報警 最主要是 我跟那個便當哥說 我沒有現金 然後他說那個店裡面有提款機 對對對 我自己想說 為什麼是全套了 感覺這一整套都是設定好的 對 因為美國其實很多人 不會帶現金 對啊 他就是剛好挑在那個門口 他一講那個提款 我就覺得說 幹這個 等一下 那時候 因為我也不想惹事 我就說 秀趕快弄一弄吧 我本來想說我要報警 因為我覺得錢是沒什麼 但是很傻眼 你不想讓他們得逞 對 那沒辦法 他們還是得逞 然後我們就把錢給他 給完他之後 有一個白的小哥跑過來 就跟我們講說 他們這個是做一套的 然後那個便當 從早用到晚 不然都是重複 那個還要剪起來 對啊 下一次要用啊 搞不好那個便當已經用一個月了 欸 很微臭喔 應該一天一天 所以大家在路上有看到那種 欸 走路還是要小心一點 如果有遇過這一次的事情 可以在下面留言 他這件事情 就算是我們這一次回美國 第一次遇到的 最離譜的事情 我覺得他應該專挑亞洲人 那種觀光客 就是因為亞洲人喜歡買東西嘛 手上都會有提到 不是亞洲人喜歡買東西 是你喜歡買東西 沒有 算我們倒楣啦 對 我剛才想說 你修18塊 20塊可以超兩塊嗎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 紐約黑人便當詐騙事件 對 那再來呢就是 Wi-Fi詐騙事件 當時候我信用卡 被盜售了300多美金 那因為那件事情之後呢 我就再也沒有用銀行卡 我就把所有錢 都轉到秀秀那邊 那邊 對 後來我們就打電話跟銀行 處理這筆倒刷款項的時候 我們才往回 推到那個時間軸 才發現說 是當時候我們在逛一家 Outlet的時候 我們不小心連到一個 跟Outlet名車一模一樣的Wi-Fi 那其實那個是一個 詐騙Wi-Fi 後來我仔細去研究一下 那種詐騙Wi-Fi 他們是怎麼操作的 基本上 他們就是會把自己包裝成一個 看起來很正常的Wi-Fi 好比說今天我住一個 H Hotel好了 然後你在那個H Hotel 你會看到兩個H Hotel的Wi-Fi熱點 對 那就看你運氣怎麼樣 你運氣好 連到正確的 打進去不好就連到詐騙的 那你連進去之後呢 它會跳出一個網站 那網站也是包裝的跟飯店一模一樣 然後就上面輸入一些資訊 它的背景會把一些 你的資料給投進去那個地方 而且重點是我還沒用到那個Wi-Fi 因為那網路根本就沒流量 這輩道 只不過在美國比較還好的是說 基本上這種倒刷事情很常發生 所以其實你只要打電話跟銀行說 我被倒刷 它基本上95%以上都會退錢 就連你沒有被倒刷 你自己不想花這筆錢 你也可以這樣跟他說 雖然說我們沒有試過 對 我們沒有這麼愛貪小便宜 你信嗎? 我們信啊 沒有啦我們真的沒試過 那個不能亂試會被抓的 扯一下題外話 之前我們有一個朋友 發現美國銀行 好像不太會去查證說 你跟他報告的倒刷 是不是真的有被倒刷 他就先還你錢再說 結果後來他就因為這樣子被告 收到船票 對 後來怎麼樣是不太清楚 我們就回台灣了 聽說沒有來學校 就不知道怎麼樣 這算是詐欺吧 所以這種事情也不要亂搞 不要貪小便宜 不要貪小便宜 OK那基本上Wi-Fi詐騙事件就是這樣 沒有這麼常見啦 但是還是要小心一點 注意一下 再來下一個故事就是 在Ultra手機被偷的故事 應該是真的慘 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等了兩年多 就終於 Ultra在美國重啟了 多麼興奮的心情 一到會場 手機就被偷 那時候我們帶頭穿梭的一位朋友 在穿梭人群的過程中 他突然感覺到有一隻手 伸出一卡的口 然後他立馬就把這隻位置的手抓出來 然後我就發現 那個人 那個站在左手邊 立著一個小拼頭的方便 然後我朋友就立馬自身在擺 然後轉頭弓這樣 有小偷 有小偷 我朋友說是這種 然後我猜一手 手機被偷之後呢 接著最大的事情就是 我在德州被關的事情 最近喜歡看我出包的人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那支片 那我現在跟大家更新一下 有關我這個罪行的現況 現在呢 我們是跟亞當玉士有在討論 那他現在跟我講是說 我的案子是連立案都還沒有立案 他說有任何新消息也會在跟我講 但他叫我放心 基本上沒什麼事情 跟著流程跑 很快就沒事了 有可能要再花個幾年的時間 才會把這件事情跑完 好久 這樣算起來我目前應該是無罪吧 都還沒立案 到時候有任何消息再跟大家更新 以上呢 就是我們從2018年到美國 一路上發生了大大小小的鳥事啊 一些怪事啊 離奇事情的一個總結 那希望大家看到這支影片 不知道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或是對你們來說就是一種娛樂 也不錯 那讓你們知道 你們不是最慘的 我覺得人生不如就是這樣 十長八九 豁然面對 把這些遇到的慘事 都化作人生經驗 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喜歡影片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 各位觀眾我們下次見 掰掰